休會和終止的議案 其實我不知道那麼多位同事 特別是建制派 是不是比較少 真是全程去參加會議 我是全程參加會議 我就會明白 在一些重要的時間 其實休會和終止的議案 是會令到整個辯論 可以由一個提問的模式 進入到一個表達大家的立場狀況 而這個表達立場 其實就可以和政府有一個不同類型的對話 很多時候我們做了一些 盧偉國議員